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太阳 台北市的温度也回升到22度到23度 早上丰盛结束连续多天以来 泡普洱茶的动作 我换上了高山茶 很清新 很所谓的一个好棒的一个什么 一个高山茶的茶运 重新回荡在我的喉咙 喉尖 我想各位可能不知道 所谓的泡茶也是一门功夫 丰盛习惯按照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 还有温度 我来调整我泡茶的茶种 因为我认为 温度就是大太极 而人生就是一个小太极 你如果要大太极跟小太极互相呼应的话 你就要用不同的茶种 你才能够把你这种所谓的喝茶的乐趣 把它冲爆出来 同样的各位啊 好久不见散户的一个笑容 我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灿烂的微笑 好久不见的散户的微笑 你今天有没有出现在你的脸上各位 跟大太阳一样 结束了多日以来啊 天气的一个阴霾啊 甚至于荷欢山的一个下雪 也都啊 融化掉了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加加油 起码在近期跟丰盛联络的 起码在近期你有打电话进来的 我相信你们今天都打电话来 跟老师说一声 老师感谢你 各位 这就是我期待的我要的 也就是在散户里面 当一个真正的守护者 守护着你的资产 然后掌握个股进退的良机 各位 今天的台湾股市大盘 盘中最高涨了106点 尾盘给你涨了67点 各位 这样棒不棒 我认为很棒了 各位 今天收盘涨了67点 那盘中最高大涨了106点 你可以看到昨天的大盘 是维持一个小红涨27点 然后看空的就讲说 这个就要补一根藏黑 补一根藏黑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你要从大环境里面 再去看你个人的操作习惯 就像我跟你讲 美国的联准会 每45天开会一次 一年开了8次 今天早上升息与否不重要 重点是2018年 会不会超过三次的升息 如果说从三次 就是预估啦 变成两次 哇 那这个盘又不得了 包括像我跟你讲的 美国股市在18000就已经一堆人看空了 包括南海为期 包括要升息嘛 结果从18000 嘎到现在25000 嘎了 道瓊斯嘎了7000点 各位早就阵亡了 还有微笑啊 没有微笑啊 都落泪了 一直下雨啊 就像哈尔滨一样啊 现阶段零下20几度 就像新疆一样 现阶段零下20几度 各位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从大环境才看到 小的一个环境才看到台股 不是你认为台股就是大环境 各位搞错搞错了 为什么丰盛从12月1号上电视以来 我每天都给你解国际盘 都给你解大盘 就是人就是 包括股市的散户一样 你只不过是在全球的金融游戏里面 你是这一份子而已啊 你如果没有看整个大环境 万一大环境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你说台股能够独散其身吗 不可能嘛 所以今天的台湾股市涨了67点 我告诉你 当然是如丰盛所预期的嘛 全市场也只有我在讲大盘 没有人有了啦 每天都是给你在报名牌啦 都让你去追高啊 今天很惨啊 都跌停板了 是不是 各位 12月14号今天的大盘 就像我当初跟你讲的大雪 那一天我跟你讲节气变盘 那上礼拜五是反转第13天时间坡嘛 这一坡从12月22号下跌以来 是跌了560点 那你说都没有量 今天反弹上来补量 这样不是补量吗 你一天到晚再看一天 在一天到晚再抓 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小辫子 人要大度一点嘛 大度看世界啊 你才能充容过生活啊 不是一天到晚再抓大盘的小辫子 大盘的弱点辫子 太多太多啦 但是那对你不重要 因为大环境一改变 这一些所谓的小缺点 都变成 嘎空的理由啊 就像我昨天跟你讲的章语都是月亮的的货嘛 台股都是外资了的货啊 然后呢 现阶段都是嘎空的理由就会变成了 台正销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 你不要伤心了啦 来我这边让我来保护你吧 想一想当初做股票想赚钱的那种动机 不就是灿烂的微笑吗 微笑值多少钱 微笑值不了多少钱 但是微笑是everything 你唯有赚钱你才能够怎样 才能灿烂的回笑各位 第一波弱势反弹 0.382抓10536 今天有没有站上 收10538有吧 0.382站上了嘛 第二波0.5的反弹落在10602 大盘季线10628 看明天嘛 最强的反弹 0.61810668 对不对 站上季线之后还要补量往上冲 这就是解盘 各位礼拜二大盘跌的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来 跌29点的时候 你们还在看空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12月11号礼拜一 open open price是什么 开盘价10438嘛 然后12月12号礼拜二的close price是什么 收盘价10443嘛 大5点嘛 反弹持续嘛 各位 你有听进去吗 你有听力没有 昨天大盘涨了27点 我跟你讲什么 你有听力没有 说至1024亿 我说昨日预告反弹持续 今日果然什么高低控制得宜 有没有看到 今天大盘盘中最高涨了100点 涨什么股票 涨什么股票 涨我们的股票 跌什么股票 跌其他一天到晚只在看个股啊 今天股票涨停 然后就给你包装一下 哎你赶快打电话进来哦 我明天带领你啊送你涨停板 不是吧 我看是送你跌停板吧 就跟你讲要走低档 跟所谓的一个低基期的 各位难道没有错吗 我一直都站在散户的角度 再保护你再跟你讲 6176的瑞宜 我跟你讲说这档个股 人家为了要做这档股票 用了32页的报告 上看100块开始涨 那昨天量太大 我也跟你说嘛 瑞宜光电 得意志嘛 对不对 今天的瑞宜开始震荡了哦 开始震荡了 你去追高的话怎么办 我不清楚啦 但是起码人家这种法人盘啊 不像会变成多杀多嘛 各位是不是 我给你推荐的是什么股票 各位6176的奇邦 奇邦 净突快封册 全世界第一名 今天最高冲到60块9 收盘收60块8 要做就要做法人会去买的股票 而不是说你今天来参加我会员 你先买啊明天参加会员的 你再去推今天买的会员 那后天再去推明天的会员 各位啊 那你会有微笑吗 各位啊 你这样未来多杀多怎么办 今天有没有多杀多的股票 有啊 都是会员拱会员拱会员 都没有法人的买盘 你们今天只要一出现松动 多杀多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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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什么底线 我不知道 大盘才涨40几趴 你可能会跌70几趴 各位 这是今年的阐势啊 我等下给你举例嘛 你一定清楚啊 我跟你讲6147的奇邦 从上礼拜五买进之后连涨五天 已经短线五天涨了5块4 涨了超过10%啦 各位 奇邦6147的奇邦 我公开给你印证 我不是给你贴着 然后跟你讲说这支要买了 你快来买 然后或者是说你要打电话进来 我送给你 然后明天你买进之后 就开始跌停了 6176的奇邦出现什么事情 各位今天盘中的来 买要买这种股票嘛 散户啊 散户啊 醒醒吧 今天6147的奇邦 KGI凯基出报告了 12月的目标价 我知道你们最想看这个 看72 调升10.8% 上涨空间预估21.4 这个老师都会帮你消化啦 反正就是看好2018 2019啦 我带领会员做的股票 买了第五天之后 已经涨了五块多了 然后法人开始出报告 开始抬轿 是不是跟你的6176的瑞宇一模一样 各位我们要做的就是这种股票 这样我的会员朋友才会 才会微笑嘛 smile 爱笑嘛 这种笑容是小孩的笑吗 不是吧 散户 想念散户的微笑各位啊 这就是丰盛出来当散户守护者最要紧的嘛 各位啊 这把扇子是丰盛 第二把扇子叫做利他而活啊 各位 各位你如果看不清楚的话 利他而活是一个境界啊 我希望能够帮助你啊 这就是我每天啊这么认真啊 包括在盘中啊 读了那么多全球的报告一样 我就希望到达这个境界 这都是老师哦 的恩师啊 如果会员朋友你进来要叫施工啊 台北市政府啊 都请老师的老师啊 去那辉好写在那边叫细沙 不是323啊 不会上223啊 各位啊 何况老师也没323那么轻 对不对 6176的奇邦 对不对 从上礼拜我就跟你讲嘛 净凸块的产能全球第一 而且苹果啊 现阶段啊 又有外资券商把他的目标价不是176 调到200块美金哦 各位 你们一天到晚都说烂苹果 这些是有毒的苹果 然后杀到台积电杀到红海 不对吧 你应该想一想是谁让你去套在高档的台积电 是谁带领你去买在120块的红海吧 老师今天跳出来就是防止你错杀啊 各位 你今天如果连这些股票你都做不懂的话 或者不敢买的话 真的不要去买股票 风险太大 风险太大 我相信你笑不出来 我相信你笑不出来 台积电已衍生出来的2311的日月光 每天涨哦 今天日月光还怎样 收盘价再创新高哦 我昨天跟你讲的创意 我昨天跟你讲的创意 持股台积电持35% 外资持23% 今天是很棒的一个控盘哦 我昨天跟你讲啊 台积电占41%的一个精彩啊 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大反弹 但是换句话说 如果他是当冲第一名的3374的精彩的话 如果你是老板你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近期以来包括风胜跟你讲的免负担专案 天天满线 很感谢哦 一打电话进来就问会费 为什么说老师 我观察你一个礼拜啦 你就是我等待的老师啦 各位听到这一句话 我会不会感动 我当然感动啊 我一定尽力达成你要的愿望啊 那同样的也有人打电话进来 老师我要跟你做 为什么 因为我的股票老师一天到晚啊 在跟我讲说涨停板涨停板 即使我买进都大跌 各位 一样是台积电啊 再生金元的厂商 叫做3583的新云 今天是不是重挫 最恐怖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有人带领你去买在96块 短线上财两天 重挫了13.7 重挫了15% 一样是台积电再生金元的设备厂 我跟你推荐的就是创意 而且回档的精彩 甚至于日月光 结果你的老师为了做生意 去带领你去追高96块的新云 怎么会这样啦 这样你会有微笑吗 你敢笑出来 更何况哪一档 各位啊 我也吓死了 我也不希望他急跌 我也不希望他急跌 今天就给你跌了12块4 第一波 11月29跌到现在 跌了38块7 第二波 12月11号上市 什么上市 天堂嘛 上市 跌了25块7 跌了24% 全部都是高档 高机器 高位阶 结果你今天 就是怎样 做错了选择 然后你今天打电话 进来说老师帮帮我 为什么 老师我知道你救得起台积电 老师我知道你救得起鸿海 你能够把所有散户的问题都救完 各位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明天喊一下举止 我心忍掉了 各位为什么 因为对于这一些族群 我真的不是很正面的看待 尤其是游戏主 不是说游戏举止 就是这一些游戏软体的族群 我记得当初我在推荐会员买创意的时候 那时候一档6116的大雨 自从264.5元 跌跌跌跌了25天 跌了193块 几乎跌了200块 跌了73% 各位为什么会这样 多杀多 都是散户在买 都是散户在买 都没有法人再买 结果同一时期 我推荐会员买的3443的创意 6月5号除全日103块 现在是284 涨了将近两倍 最高点323块 涨了超过两倍 214% 各位 你今天说老师拜托啦 你点一下啦 各位啊 我不做这种事情 我今天做的就是 我要帮我的会员朋友啊 回到初中 会心的一笑 赚钱就会回笑 2018关键是叫拼啊 各位 你如果2017的12月份 都拼不过人呢 都不晓得怎么精进专业啊 你2018要怎么拼 各位 好好把握免负担专案 这是丰盛给你的 最大的一个诚意 我要让你知道 真正赚钱是有他的道理的 有他的门路的 好好把握广告中的咨询专线 我们稍后回到现场 他们在家上 欢迎回到现场 各位2018年的关键字叫拼哦 这个是一个网路票显的一个结果 各位拼就是两者相搏啊 你要用尽吃奶的力量 达到胜利 我记得在中国有一部系叫亮剑 亮剑 李右斌哦 李云 颜李云龙的哦 他就叫狭路相逢勇者胜 各位 你今天在台湾股市哦 你也要知道 这也等于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但是这个勇者 要有专业上的一个勇者 你才会胜 你不是只是说老师 我有钱 我这样手上有5000万 我有两三亿 我应该玩什么股票啊 都会赚 各位啊 这个资本市场 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啊 各位有时候要成长一点 就像我告诉各位 你看看现阶段的融资啊 都剩下15001600 回想当年啊 不是小乔出价了 我不是在跟你讲细说三国哦 回想当年啊 万点以上散户是多么的风光啊 4000多亿的融资 啊那买啊那坦 现在呢 现在呢 各位 现在呢 是不是到了金刚经的境界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阴作如是观 各位 金刚经丰盛也很熟啊 有时间再聊 但是我这边跟各位讲 从12月1号 我在每天的节目上 我都不跟你打高空啊 我也不会去诱拐你去打这个电话 没意义 我要的是实实在在 在散户有危机的时候啊 我也不是超人啊 最近在重演超人 我是出来帮散户这个嘛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你灿烂的微笑 我希望你真正的知道身材要有道 不是说把钱随便压你的股票就会涨 而且你要知道的是散户去拱散户啊 你后面谁出啊 人家说买股票是徒弟 出股票还是傻乎啊 各位啊 能够高出股票的才是师傅啊 各位啊 你今天买的股票 如果不是有机之谈啊 法人不会买啊 法人不会去给你调高平等啊 明明就是差的股票嘛 所以说散户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醒一醒啊 丰盛12月1号就跟你讲开播送大礼 你有没有来要啊 想念散户的微笑 你有没有灿烂的微笑啊 各位啊 回到初中吧 做股票就是要贪钱啊 不是在追涨停板啊 你追涨停板 你不见得赚钱啊 你的老师讲涨停板 那是空气啊 你买在9.5%的时候 他今天所涨停 你只赚0.5% 你老师一天到晚跟你讲涨停板 涨停板 这样你听得下去啊 全市场也只有丰盛出来 守卫你的台积电 你手中的华航 你手中的红海 我就是怕你错杀嘛 我不是带领你在买在高档的老师呢 但是我要扛这个责任了 我看得到我为什么不扛 临兵斗者皆正列在前 今天的台积电回到了230块 你看折磨了好几天又怎样 专业就专业嘛 事实证明我们能做到嘛 我能够带领你回到初中嘛 我想看你的微笑赚钱的微笑啊 各位啊 昨天我们台积电的老爷子 张忠谋先生也帮丰盛背书 外资欧白说的 老板说的老板讲什么 各位啊老板讲什么 老板讲啊 这些营收你不要被骗了啦 营收好的不得了 张忠谋自己跳出来 80几岁的老人家呢 应该要退休了 想想轻浮啦 人生宏福易得啊 轻浮难求嘛 去南极州去北极都好嘛 轻浮啊 不要再管这些闲事 但是会让这个老爷子啊 很不舒服的就是在乱降频嘛 你摩根斯德尼你乱降频 你有比老板更清楚吗 然后你也乱讲说什么哦 人家晶圆代工的竞争者很激烈 激烈个头啊 激烈啊各位啊 台积电视战率56% 第二名的格罗方德 Global Funtry才9% 这激烈在哪里啊 云生不失处啊各位啊 乱讲 鸿海勒 最高今天来到95块5 收盘收94块9 一个导撞反转 没有成功 你们就好像啊 巴不得啊 棒打落水狗 很残忍了 没有人意啊 没有爱心 不能当守护者 太残忍了 一个N型 一个W型 一个圆形 都是底部形态 都比导撞反转来得踏实 你今天说 如果是鸿海的操盘者 你要选择哪一个形态 不要说啊 礼拜一啊 导撞反转没有成功啊 就好像觉得 鸿海拔死啊 鸿海坏坏坏啊 一些大师民事 又趁机的踹他一手 我实在看了很灰心啊 这怎么帮散户赚到钱啊 我也搞不清楚嘛 要 当然主观意识 一点点没关系 但是要比较宏观跟客观嘛 为什么每天给你解大盘 给你解 所谓的 国际盘 为什么 要宏观嘛 红海我推荐你什么时候买的93块以下嘛 我们都买在926到928 最低点在925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95块5 之前的高点97块3 当人避过嘛 因为他富观离过大嘛 所以我告诉各位 其实这些东西啊 丰盛每天啊 不厌其反的告诉你 我就希望啊 散户要知道啊 其实做股票没有那么难 但是你这一点勇气 你是要必备的 狭路相逢 勇者胜嘛 亮剑嘛 你不要有丰盛这样的专业 我叫你你去买 你还会怕 哦老师 台积电 我不敢买 老师 那个红海 我不敢买 那什么股票 比台积电 红海 更适合买 我不清楚啊 你告诉我 2610的华航 各位啊 今天 也来到12块2啦 我说12块钱 以下 say goodbye啦 张雨生的歌叫 我期待 拿起来重唱 以下 say goodbye 回不去了 因为今天出量 每天都是外资法人 特定在吸货 这种长线的股票 我们从11块6 11.65介绍给你 你跟我讲说 老师不行啊 人家我们别的老师 都涨停板 祝你幸福 祝你快乐 真的祝你幸福 祝你快乐 我也不晓得要怎么跟你讲 反正绕 话说回来 路绕回来 你还是会来我这里 只不过你现阶段的钱 到底剩多少 我也不清楚 因为被别的老师 糟蹋到了 就像我跟你说的 我也跟你推荐 2356的音乐 音乐达 你知不知道 我的信念就是这样 左报 Apple 右勇 Google 智慧家庭 第一个切入的叫智慧音箱受惠股 就是音乐达 营收一定好 而且他是低档啊 低基奇的 今天的音乐达 再创新高 站上季线 你知不知道 昨天买了9000张啊 外资法人买了4497张 这样有好吗 这些个股 才是我要推荐给你的选好股啊 各位选好股 你的结果只会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你不会有不赚钱的道理 2018年转瞬间就要到了 约十几天而已 要怎么拼 要怎么拼 拿蔡老师这边的专业 跟他拼好不好 没问题 我做得到 但是请把你的胆子借给我 你会担着我 我的责任就是 回到你当初做股票 会赚钱的微笑 这样好不好 好好把握咨询专线 我们明天的节目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